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小方块 它会上面写得很清楚 到底是什么保险公司 然后写上你的名字 哪一天开始有效 然后它会有一个号码 然后它里面就会写得很清楚 到底是什么样的医生 或者说要付什么样的费用 举个例子说 你这个PCP我就刚才解释过了 就家庭医生建一次 10块25块钱 这就是说系统内系统外的 那个专科医生 1025系统内系统外的 急诊室50块钱 这个他的保险比较好的 只有50块钱 刚才我说的是250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 这里面就会写250块钱 那个紧急门诊25块 他可能就写35块 所以这个上面就写得很清楚 你去看什么 要付多少钱 而这张保险卡就比较好 这个人他还买了 视力保险 视力保险 他说视力保险 包 可是这个上面没有牙医保险 这个里面没有牙医保险 一看就知道了 然后最后就是个RX RX就是药物 刚才我说了药物保险是分开来的 他有一个药物保险的卡的号码 然后告诉你 买药到底需要付多少钱 这就是怎么样看那个保险卡 所以这个保险卡 拿到之后 收藏好 放在自己的身边 如果不放心的话 拍张照 放在手机里面 也是个好事 因为你到了紧急情况下 卡找不到的话 你给人家医院里面一看 他就有办法 帮这个资料全部调出来 因为这个是全部联网 联在一起的 然后在找家庭医生的时候 刚才我说的是Signal 你到他的网页上看 网页上看 你就可以去 这上面叫 Find a doctor Dentist Officerity 就是说你要寻找一个医生 牙医或者医院 只要他这里面指认的 十有八九 都是在他的系统之内的 那么你就进去 你按一下这个进去 然后你就把自己住的地方 刚才那一页已经有了 就是你住在什么地方 刚才是我用一个纽约 因为我用一个纽约大学 做个例子 纽约的邮政编码 打进去 他就会告诉你这里面的东西 那么进去之后 我就找School 去学校 然后你就根据医生的类别去找 一般的情况下 你找家庭医生 你按一下的话 这个有点点慢 出来了 就Primary Care Provider 这就是家庭医生 或者主治医生 你按一下这个 他把所有的附近的 这方面的医生全部出来 但是如果说你是PPO 要找专科医生 他下面写的也很清楚 你需要哪 怎么样的专科都有 都有 包括那个 Arcupuncturist 就是针灸师都有 在他系统里面 只要他包 针灸他都可以包 都能够包 那么当然了 原规正题 我们要找家庭医生 那么我们当然就找PCP 然后你进去之后 他会把这个邮政编码 附近的所有的家庭医生 全部帮你列出来 这个表格会很强 所以说他一直在 他说在这个邮政编码里面 就是10012的邮政编码里面 一共有565位 家庭医生供你选择 那么如何去选择 这个家庭医生 好多人准吗 好多人 你们大家可能第一个选择 就是语言 因为我们刚刚来的留学生 虽然英语还是很不错的 很不错的 但是医学上的用词 这个和普通生活的用词不一样 那么我想 哎呀 我最好能说中文的人 这里面就有选择 你可以专门选择 是语言的 中文的中文 他说有133个医生 是说中文的 那么 这个中文里面 说国语的Mandarin 就是说普通话的是46位 那么 你可以将普通话进去 那么你就看一看 哪些医生跳出来了 跳出来了 跳出来之后呢 你这些医生 他就从565 就变成153了 降下来了 降下来之后 那么他基本上 这些医生就会说 一定的普通话 一定普通话 那么我就随便找一个吧 方康 这个一看就知道 是个中国医生来的嘛 中国医生 好 你们进去看看 这个医生是不是你喜欢的 你第一个需要看什么 第一个 需要看这个医生的地址 就是那诊所的地址 诊所的地址 如果你搬开学校 到一个地方的话 那么你要仔细去看一看 这个地址 你去方方便 因为有些学生可能不开车 要用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走过去 如果离家近一点 当然是好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 你看看这个医生 是什么地方毕业的 工作的经验有多少 像这个医生 17年的工作经验 他毕业是什么地方 他毕业是 长春的 一个医学院 毕业的中国长春毕业的 吉林长春毕业 2004年毕业的 然后跑到美国来 考医学执照来的 毕竟 而且他就说 这个是系统内的 如果说你觉得 这个医生 是我想的 合适的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 这个医生 作为你的家庭医生 你就可以打电话去 他这里上面有他的地址 有他的电话 你说 那我有这个保险 我要你做我的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不需要另外付费 你任何 任何他不需要另外付费 你只需要去见他的时候 付刚才我说说的 扣评 25就是25 35就是35 减一次付一个者费用就可以了 只是你打电话去 预约这个医生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他 我今天来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什么 OK 然后呢 你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 就是和医院的关系 因为有些人呢 不单单需要看中文 他还是想 像纽约 他可能那当地有四五所医院 每一个医生基本上只和一所医院 有直接的挂钩 因为他们的病人 得了病 需要住院 保证送去这所医院的 像这个医生 方样他就没有一个医院挂钩 说明他就不看住院病人的 住院病人他什么都不管 交给医生管 像这位医生 因为他就和纽约的某一个医院挂钩 说明他住院病人他都看 那么你觉得住院很要紧 住院病人很要紧 或者说你很喜欢这个医院 你这个你要的医院医生 一定要是和这个医院挂钩的 那么你就在选择的时候 你要看一看 这个医生是不是和你喜欢的那个医院 是在一起的 你看每个医生都有不同的医院挂钩的 这也是你们要选择的一个东西 那么就刚才说了 家庭医生要选择什么 第一个 你们可能需要选择语言 第二个 当然有些家长还喜欢的男女 女孩子想见女医生 容易容易交流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 第三个 那个医生的诊所 离住家有多远 是不是容易去 是不是容易 然后最后就看看那个医院 是不是你想去的医院 你们保证有不同口碑的 你们在中国也是某某第一人民医院 最好第二人民医院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在美国也是一样 每个医院 他有自己的不同的性能 不同的特质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去看病的话 你保证会有选择 像我们在旧经上 很多留学生的家长 就是想我们来我们医院看 所以他们找医生 一定是找和我们有关的那里的医生 这就是选家庭医生的一个方式 我们正确实 我们什么地方 我们要到学生的话 我们可以让他们到学生的 我们到学生的 我们可以